国信乡甘陵村野西遭冲刷青史掏空 怕会影响住家及行人的安全 县长林明珍接获陈勤之后 前往实地会刊并表示 将补墙掏空的护案及基础 也将增设雇床工加强保护 估计所需经费大约90万元 将由农业处紧速来发包施工 国信乡甘陵村第四林夫的坑野西右岸 遭冲刷青史掏空 已经威胁到林西农员安全 县长林明珍接获陈勤之后 前往实地会刊并表示 经过农业处水宝科测设 除了补墙掏空的护案以及基础 也将正设雇床工加强保护 估计所需经费约90万元 今天我们来看 這真的有必要 故傳說到北面做起來 我們這個廚房 這個廚房 特別受到的影響 就比較安全 所以這有必要 所以這條要做工程 差不多要獎金九十萬 但是為了保護我們賠償 它這個財產比較安全 我們也是要來保護我們賠償 工程會秘書吳國昌 以及居民張先生表示 因為西窗缺乏保護更有擴大石森情形 感謝林縣長千來會開 解決民眾擔心的問題 國昌兩年前 也向我們的林管長 政策一段 來做一段 將近五十米的賠償 但是民政策還沒做泥車 還要做一個水檔 來保護基礎 所以今天特別來 把我們管副廷情 成功的林管長 他的這個責任 所以說今天 管長青林來這裡匯攀 我相信 來把我們的民眾 做好堅固 做好安全 讓我們的民眾 可以滴火天 滴火水機 都不用整個口 就來嚇一嚇一嚇 這就是我們應該 政府實施 和他們服務的 林者水龍很大 我們大地消費也覺得很害怕 因為他一直掛到我們家裡來 希望我們的五議員 他很幫忙 經過我們政府的董事 來做一個 剛才五十米的提供 要做一個水檔 幫他把那些 已經做的那些提供 補強起來 不要讓他放著 做什麼 我們在這家 自家 安全 感謝 另外林信東也表示 民眾的小事 就是縣府的大事 只要是民眾的問題 雖然縣庫結局 也會籌作經費 盡速解決 建設工程 將由農業處 盡速發包改善 基礎商經福國行鄉採訪報導